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活躍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給你鍛鍊籌碼的機會 歡迎大家 非常非常的開心 又在這個時候 光臨全民心攻略 北漂這個詞 大家應該不陌生 指的是各地方的人 到北京發展的青年 而在台灣 北漂當然就是 勇闖台北求生存圓夢的人 從家鄉到台北頂多半天的時間 但是光榮歸故裡 也就是衣景還鄉 可能要花上一輩子的時間 每位北漂青年 都有追夢打拚的生活經驗 今天晚上我想來點勇敢的故事 對 來 歡迎大家 第一位是高雄來的金曲歌手 阿Ben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Ben 海森薇姑娘 海北大廚安妮 高雄最強的康樂 來 鼓掌 康康 台南來的金曲歌候蔡小文 哈囉 台南美女女養師陳怡婷 也是台南來的全景女王安妮 嗨 謝謝 今天有兩個人出專輯了 來 歡迎康康 謝謝 謝謝陳哥 各位觀眾 這個我是新專輯 是用我的樂隊 康康康樂隊出的 總共有二十三首歌 裡面有十一個段子 十二首新歌 十一個段子什麼意思 就是脫口秀 因為我是一天錄下來的 我在那個育成戲院錄音室 帶樂團一次就是Live演出 然後就把它錄下來變專輯 然後現場有六十個觀眾 掌聲在鼓勵 然後剛剛陳哥有講到 北飄跟圓夢 這分別是我的專輯裡面的主打歌 之前有一首歌叫圓夢我唱的 我也寫了一首歌叫北飄 對 那你要不要唱一下 今天的主打歌是寫給我女兒的 叫做 叫高怪小孩 更有改變 但是我要唱 不是唱這一段 我是唱副歌 這是我對我孩子的愛 女兒的愛 高怪小孩 高怪小孩 來 來 我欲為你來打拼 我欲替替曬曬 我欲替曬曬 我欲替替曬曬 可以 可以 謝謝 有小孩的大概就很有感 很感人 尤其是我 我五十二歲才生這個女兒 一定要 ort 康康的專輯這次有非常多的創作 謝謝 謝謝 還有很多的靈感 很創心 好 請加油 恭喜 恭喜 對啊 我也出專輯了 今天的 我的都可以 我的第八張專輯 也是我首張全創作專輯 全創作 也是全創作 她也是個才女來的 謝謝 然後這張是Lofi的曲風 Lofi結合台語歌 也是算是第一個 Lofi是什麼東西 Lofi就是比較低保證的音質 我們會做得比較 有點糊糊的 但是是舒服的 現在很流行是這種 音樂曲風 但是會結合台語歌 所以這個流行還滿有趣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聽聽看Lofi 字本 主混 就是原來對不對 原來真實的自我 然後這次也是第一次當直做人 主本 給曹安文鼓勵 謝謝 好啦 大家加油囉 來 馬上歡迎本 華麗圖書館最高層級的研究員 蔡上華女士 來 跟我們說的 大家好 我是研究員蔡上華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一半是音樂人 一半是女神 但是就看一看 她們的答題能力有多神 因為我們的資格在聯想型 考的是你的知識 嘗試 關鍵字 並且要一次不差 才能夠晉級到 九宮格攻略賽 如果在攻略賽當中呢 你能夠至少答對三題的話 就能夠解開我背後 這個大獎的奧秘 希望大家今天都要努力 加油場獎品了 最後我們再把時間交給 博學獨文英姿煥發 那忽所不知 森拐掌 大家請加油喔 我們在資格賽準備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打狗川 高雄 高雄 康康的答案是高雄 沒有 應該剛剛 高雄不住 應該是河川 愛河嗎 河川 河川 打狗的 河川就是高雄的 愛河 所以答案是高雄還是愛河 愛河 應該是愛河 因為以前高雄都會說 如果失戀要跳愛河 是嗎 但是你要跟 打狗川 好 對 他的答案 愛河的對 愛河還是高雄 愛河 愛河答對沒有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真是愛河 厲害耶 是不是 因為 因為這個打狗很有名嘛 康康對不對 反應都很快 來 兩次 上兩次喔 來 準備 進行康康的 請問一下 康康同學 公認高公建築科別 是 會演 會唱 對不對 但是從來沒得過獎 剛剛一進來 他想說 高雄金曲歌王 我說沒有啦 我只是入圍 結果一看人家是寫阿笨 我以為是 是獎王 好啦 你應該釋懷了吧 這應該不會放在心上 算遺憾嗎 沒有遺憾 不會啦... 就我們有入圍 就是確定 誰在乎那個啊 對不對 你在乎吧 我還好 真的 幹嘛啦 那個蔡小姐在乎 蔡小姐啊 你們那個 蔡女士的 她得到的時候 哇 哭 哭得... 好了 可以了 很感人 你真的很關注我們很感人 沒有啊 謝謝 我有在看 好啦 第一個出來的人 有資格在最好的角度 觀看今天的夢幻大獎 來 請開門 你看一下 今天的大獎 一萬大獎是右邊的嬰兒推車 剛好給你這個一歲的孩子 然後三萬大獎 左邊的摺疊型的電動麻將桌 五萬是正中間的高級音響組 左上角更是你需要的 迪士尼美語互動教材 親子居家所謂 對 一般都是看一看而已 沒出息 你上面有帶禮物回去啊 你那帶什麼 對 一台那個好像那個 吸塵器 那個 吸塵器 那個叫什麼 半夜突然會起來 找地機器 對... 有一次 全... 我們家都沒有人 我在睡覺 它突然 燈都關了 它都... 出來 嚇死我了 那時候還農曆七月 你知道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準備進行今天你的第二套題目 來看看它的第二套題目 請公布 你看清楚喔 你會很感動 第一題 高怪教育法 你的主打歌 對 高怪教育法 你的另外一首歌 對 我有一首 我寫的一首叫 關雲場 對不對 安捏不還錢 也是 我有一首歌叫 安捏娘 有沒有 安捏娘 安捏 你都有在做功課呢 你怎麼那麼多時間啊 可以了 康康黃牙齒 接下來的 這題跟網紅日誌卡塔加 都是你的康康網紅日誌裡面 對... 你YT有拍的YouTube有拍 你拔牙的過程 對... 然後還有我 然後你送腳踏車給你孩子嘛 然後親眼看他摔倒嘛 對不對 太精采了 女兒哼兒歌 對 她女兒一歲 但是已經展現了很多的才華 這未來後繼有人啊 真的 我女兒 她一歲多會唱歌了 還被躺 還被詩句咧 極氣買樂透 她呢 窮風了 想買樂透 大家都有去買 不是只有我 有沒有中 沒中 沒有啦 高檔古董畫 有在蒐集 古董啊 家具啊 佛像啊什麼 對不對 一點點 是不是每一個都跟你密切 一點點而已 不要講得很這樣 等一下碰哥又打電話來 你這玩笑就亂開了 來 從哪邊開始 這樣不還錢嘛 還是... 好... 講得很不難改 可以... 你要不要想快一點 這樣不還錢 這個 你描述欠錢不還的人 我想你的外債應該還有很多 人家欠你的 還滿多的 滿多的 我媽一直問說 他們為什麼不還錢 我說 忘記跟你借錢了 很多人都這樣嘛 你應該也在組滿多的 不要再講了 慶祝你 好多 美國曾比對借款人所用的詞彙 與還錢的機率關係 請問借錢時用哪一個詞彙的人 未來違背承諾的機率會上升 A 上帝 B 一定 C 人格 這誰會知道啊 借款人所用的詞彙跟還錢的機率 太有意思了 這個 上帝一定人格都會用 哪一個 我覺得是 上帝 上帝 先鎖定 你用五分鐘答題是很充裕 但是三十八秒有點久喔 沒有啦 可以 快一點嗎 可以 你是模仿我最不像的一個 你趕快講答 上帝啊 為什麼 一定 我一定會管你的啦 我一定會管你 你知道這個你會接到嗎 這個大概都是 就是台灣人 什麼台灣人 沒有 就是我們本地的啦 我一定會信你啦 我跟你說 拜託的 我一定會信你這樣 我以人格保證 這個錢我一定會管你的 聽到這樣講話的人 這麼常聽到 還帶老公 老婆一起來 對 這種 對啊 但是也沒有吧 到底誰 越來越明顯 到底誰啊 線索越來越明顯 還有 當然也有說 我跟他提公佩 手抓 也有這種 這個就是上帝的意思 用上帝 只要你有借錢大概 有人有需要 這三個大概都會用啦 只是他用美國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可是他因為他講美國 他就講上帝啊 要不然他為什麼不寫 提公佩啊 還是說老天爺 美國比對借款人所用的詞匯 跟還錢的機率 選項裡面有 天公佩 沒有啦 因為我們的神 好像比外國的神還要大 因為我們是天公嘛 他們是天父嘛 阿公是父親的爸爸 好耶 不是嗎 對...我們會大一點 對 我們有大一點 而且他們天父都姓羅嘛 日本的嘛 天父羅嘛 天父羅 天父羅 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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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出片還堅持不上通告 好 頭髮都白了 上帝好 去跟先戚小 上帝啦 妹妹 來啦 你都知道答案還在那邊裝 你不知道答案 我是跟你們一起猜的 怎麼可能 所以你的笨也不是裝出來的 你在這個節目 是真的跟我們一起 那這樣很好耶 所以漸漸你被罵笨 一般我們都要演啊 好 今天就要求求大家 聽到哪一些話術的時候 代表這個人 根本就不太想還你錢 就是以神明來歧視 根據美國研究 其實只要這個人 他要跟你借錢的時候 特別提到說 在上帝的見證之下 我保證未來一定會還你錢 通常他以後違約的機率 是一般正常人的2.2倍 而且除了上帝之外 當他的話術裡頭 還提到他的家人 說我有親戚啊 正在住院啊 我有親戚啊 他積蓄這筆錢 提到他的親戚跟家人呢 以後也比較可能會 所以呢 神明跟家人是兩大死穴 但是呢 他在話術當中 如果有提到說 我零負債 或是畢業之後會還 或者是最低的還款金額 最低的還款利息 想要討價還價殺價的人呢 反而以後他是真的比較打算 會還你錢 他才會來跟你砍價的 有 我有朋友這樣的人 可是一般會收什麼利息的 好像對我也沒有 我沒有跟人家收過利息 我是只收拿個一次利息以後 還跟人家拿利息 因為他說他會借一段時間 他叫我不要催他 不是 我現在像 他已經還我的 我還是虧了 因為我是十年前借他 例如說借他兩百萬 他現在還我兩百萬 我還是虧的 不要再說 我補鼻酸了 不要再講了 好不好 你有什麼鼻酸 你跟他拿利息 什麼意思 他叫我 他本來說馬上還 後來說北媽那麼快還 他還有沒講上帝 好 這不重要了 好不好 好 希望他有在看電視 來 第二題 快點 那是高怪教育法 請出題 我想是 A 靜奏冥想 請說定 你怎麼會這個又想這麼快 好厲害喔 不是 他是很調皮嘛 很調皮的人 你叫他不要講話 靜奏冥想 因為我去打過禪山 我去法谷山打過禪山 你有去過 有 我有一個法 你怎麼受得了 對 因為我就是去想 所以受不了啊 靜奏冥想的時候突然 那個師父啊 聖言法師 在獎金的時候 就會突然 就這樣 因為你已經睡著了嘛 然後你突然又這樣嘛 然後你會清醒 可是因為三天都不能說話 也不能講話 對 然後你一喊出來 全部的人都嚇到 可是等一下是別人喊出來 你嚇到 你直接找一個民宿去休息就好 他叫你九點 打鼓山幹什麼呢 去反省嘛 你知道反省的事情 三天是不夠的 不容易啊 三天都不能講話 然後也不能 有神經病 不能喝酒 然後也不能夠抽菸 滿好的 真的很好玩 打殘山啊 真的很好玩 好 靜奏冥想 是不是答案 請揭曉 好 因為在美國啊 他們是不能夠 提罰學生的 所以呢 其實啊 在過去 大部分所有的方式呢 都是流糖 就比如說功課沒寫好 或者打草工作 沒有做確實的話 就要留下來 繼續把它做好 可是老師就發現 調皮的學生呢 會因此更加愛搗蛋 而且負面持續會更多 所以他們乾脆改成是 靜座冥想十五分之 相會意外的發現呢 其實透過靜座冥想啊 可以讓大腦的耗氧量 降低大概將近二十% 而這樣的效果呢 大約是你要睡覺 進入深度睡眠七個小時 才可以達到的功效 所以很多的小朋友呢 在經過了靜座冥想之後呢 反而負面能量降低了 而且心情也平靜下來 所以在整年度來說呢 小朋友就越來越不調皮了 關鍵性的第三集 那我就關公吧 關公 關公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比較 特別有緣的聲明 我是那個關公 你是關公 我是媽祖 真的嗎 因為 因為那個時候人家說我 喝了酒滿像關公的 你有臉厚 但是有的人喝了酒 滿像公關的 對啊 腰仔都哏了啦 你休息一下啦 好好喔 承暗 我也要冷靜一點好嗎 對不起 沒有 我講的 你就像公關一樣 我講的 叫警禮啦 來 請注意 來 請注意 事變C 珍珠港事件 怎麼會跑到這裡來 跟關公有關啊 很棒啊 好 我覺得是 甲午戰爭 是吧 好 請出列 怎麼不及猜的對不對 當然是猜的啊 怎麼猜的... 因為珍珠港 是美國... 那個日本偷襲珍珠港嘛 對 那日本跟美國應該跟關公 沒有關係吧 還是跟關... 關刀在別人有關係 關刀 你好好講啦 不是啊 我就用猜的啊 那甲午應該是 那這個可能性大多了 這個可能性 因為九一八這個 我就比較少聽到 你應該只知道八一五吧 那是水泥漆嘛 而且是黃熙田跟石松 可以了... 你真的很鍵盤耶 台底機是石松跟古小白 好強 來 起 起腳 看來喔 是吧 正確答案呢 就是珍珠港事件 然後呢 好 我們都知道 就是在二次大戰呢 一個戰爭的非常重要的轉列點 因為呢 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七號的這一天 日本海軍 偷襲了美國的珍珠港 那其實呢 在這個事件裡頭呢 造成了兩千四百多人死亡 而且有一千多人受傷 不過呢 最懸的是喔 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前的兩天 當時在美國的大兵裡頭呢 有一名華裔的這個士兵 他就夢到了有搭搭的馬蹄聲 然後呢 就有一個大漢 他手上拿著大關刀 而且還留了長鬍子來跟他們說 你們在這個珍珠港這邊的美軍啊 你們如果呢 有收到這個訊息的話呢 當天一定要趕快避開 離開珍珠港 因為呢 會有戰爭發生 當時他這個華裔士兵 也搞不清楚狀況 但是他就告訴了其他 駐地的六十幾個華裔士兵 他們就在當天 通通都到教堂去做禮拜 所以呢 就有成功的逃過一劫 所以因此喔 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有記錄到 珍珠港事件裡頭的歷史資料裡面 就有寫到呢 曾經有這樣的一個事件發生 甚至在博物館裡頭呢 還特別放了一把 關公的青龍掩月刀 就是要紀念這個事件 那我現在 也好了 也好了 你到旁邊休息一下 好不好 可是今天要空手回家就行 對不對 沒問題 來 進行下一回合的資格賽 加油了 各位 第二位的資格賽 請看第一個提示 水中落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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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 水中落花生 水中落花生 不通 水中落花生 不通 水中落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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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 水中落花生 不通 我以為我們是靈歌曲啊 對不對 靈腳兩個字對不對 應該是 所以是靈腳 兩個字 對 靈腳 靈腳 到對面 恭喜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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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 滑著船河踩 紅鱗 超雅雯進去他的攻略賽 黃雅雯同學 超雅雯大學翻譯學系畢業 是 今天特別來宣傳他的 第八張專輯 主笨 是 也得到了 第28屆金曲獎的最佳台語歌手 台語名歌手 那也參與戲劇演出 然後自己也會做 也會做這些創作 文字的創作 是 我覺得非常好 喜歡很療癒 對 看到 療癒 療癒 有時候也會小酌一杯 非常好 對 看來我們可以約一下 可以...好的 剛剛哥哥也是 酒量酒瓶都好的 那時候少數 沒有了啦 現在沒有 就沒有了 對 不喝了 對啊 好了 直接要看到超雅雯呢 又是一套量身打造的題目 來 請公布 這次的題目有 有 感情嫌淡談 妳的主打歌 這是我主打歌耶 對啊 有沒有 好用心喔 寫歌 讀詞 讀詩詞 因為妳常常要寫歌 所以對一些詩歌 詩詞散文 妳很有興趣 喜歡 生日強心臟 特別講到是 每年都會幫爸媽過生日 對 居酒屋食海鮮 講的是 妳喜歡居酒屋的那種 游泳餐氣氛 非常喜歡 尤其特別喜歡吃海鮮 對... 因為台南人的關係 懷念古早味 當然喜歡古早味的小吃 或者街道的感受 飲用蛇泉水 據說曾經對於 哪種類有興趣 非常喜歡 就愛只交代 這是妳的熱愛 這杯給我打啦 喜歡 很有質感的小酒吧 從哪裡開始 那我就先從我的主打歌 開始好了 那個 鹹 鹹鹹 妳目前空窗 妳怎麼了嗎 開什麼 空窗 只要它不是落地窗就好了 不要空太久 好 因為窗外有風景 好 我等妳介紹給我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 魔法科幻片 給鎖定 各位魔 為什麼 我個人覺得很好看啊 而且 誰問妳個人呢 伴侶間 對不起 伴侶間一起追劇 是追男人的戲 可以改善彼此關係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女生也會喜歡看一些魔法的東西 然後男生喜歡看科幻的東西 我覺得兩個可能在一起看 會增加那個 投入到一個不切實際的劇情裡面 是不是很浪漫的這樣子 兩個一起看星際大戰 然後感情會變很好這樣子 我覺得 會有增加好路 一起看哈利波的 然後很恩愛這樣子 嗯 給她答對幾首 好 阿兵為什麼不舉 嗯 什麼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勵志劇情片 對啊 因為兩個人一起看完勵志劇情片之後 彼此對生活 對對不對 生活上面會有一些衝擊 會有正向 然後會往正向去走 合理 這合理 怡玲 我也覺得是B 妳也覺得是B 對 對啊 她覺得是B 我也覺得啊 因為會有正能量啊 可是這不浪漫啊 我覺得情侶啊 人會有負面能量 會有負面的想法啊 但是我覺得魔法可以 她暫時逃離現實 妳覺得呢 應該是幸運的錯 因為B的話 應該是李連傑比較喜歡看 因為栗子是她老婆 妳自己問我的啊 我錯了 我剛剛都沒有插話 我不要再跟妳說 我不要再跟妳說 我錯了 我想說我畫面也過多了 應該是李連傑看的 沒有錯 是她看的 好 我沒有問題了 趕快揭曉 好的 給我手 對 謝謝 好 其實會做這個測驗 主要的原因是應該 跟新冠肺炎有關係 因為新冠肺炎的原因 造成很多人 常常都得待家裡頭 所以本來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但現在情侶每天都得被綁在一起 所以摩擦就變多了 這個時候呢 兩個人如果一起追劇 有可能可以促進彼此的關係 但是如果看的劇 又是跟太多戀愛相關 或是彼此又不一定特別喜歡的話 還是容易起摩擦 所以他們就發現 看這種魔幻 奇幻的劇情 是在另外一個虛擬的世界 兩個人一起進入到 另外一個完全架空的世界 反而可以增進情侶關係 比如像是哈利波特 魔戒 權力遊戲 都算是情侶適合 一起觀看的好片 來 第二題 很好 好 我選一次 指交代好了 指交代我聽說很多人在收藏它 我家很多 妳家也很多 對 請出題 好題目 妳是收藏它的人 對 妳是熱愛指交代的 一定要知道 好題目 我的答案是 黏重版 聽說定 妳是不是拚著康康的建議 選一個最不可能的 我覺得好像是 因為如果是便利貼 就太合理了 對不對 雙面膠也很像 但是我覺得 便利貼的雙面膠 真的還滿像的 起源於日本 因為日本有一個 有一個牌子叫倉扶 然後它也是做指交代的 它已經可能有上百年的歷史 所以我覺得 那種東西應該很早之前就開始做 所以我覺得應該 妳這個分析很好耶 應該是比較早期會有的東西 後面這個都比較新 年重版 集合理 剛剛推銷的歌 來 直接叫 好 這是做出紙交代 也算是一個蠻霧打霧撞的故事喔 因為它本來是一個百年歷史的 年重版的加工紙公司 那其實他們在過去 一直都是在做年重版 結果在2006年的時候 這個公司收到了一份 很特別的禮物 是來自於東京開咖啡廳的 三個女性 他們就寄了一本手帳過來 把他們在做這個年重版的紙 上面就畫了一些可愛的圖案 貼成了一本手帳 就跟他們講說 我可不可以來參觀你們公司 結果來了之後 他們就建議說 其實你們可以把這些 年重版的紙 變換一些不同的顏色 讓它變得更加的七彩繽紛 所以後來他們在2008年 就採用了他們的建議 做出紙交代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公司 現在有20%的營業額 都是來自於紙交代 一萬在巷子口 那個古早味好了 懷念古早味 還是居酒屋 對 現在有點餓了 來 請出題 等一下... 古早味 他不講食物 他講的是幹嘛點 煙酒 煙... 台灣煙酒跟部分的幹嘛點 合作下面什麼事情 啤酒節 還是AR AR的遊戲體驗 掛鐵牌 我的答案是掛上煙酒鐵牌 C喔 索利 大概是BC在猜啦 因為我是台南人 所以台南其實有很多那種 蒙露店 溫露店 然後一些雜貨店 然後我覺得 甘露店 尤其他也很多 就是還有保留住 那我覺得掛上煙酒鐵牌 應該會是一個 特色 特色或是真的 他們說許多人的回憶 因為現在那個時候其實 是要花錢去買的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了 然後可能要去收藏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意義一點 請介紹 鐵牌是賣有特色的 好 好喔 漂亮 非常好 天啊 好緊張喔 我想要嬰兒車 妳的成就 妳要想拿 妳想拿嬰兒車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小孩要生了 這麼巧 對 我超想要嬰兒車的 來 第四題 稍微到居酒屋了吧 我先來好搭啦 來 好搭啦 請主題 國健署公布了 今年國人飲酒調查數據 請問最愛喝酒的是哪一個縣市 A 金龍市 B 高雄市 C 金門縣 這個真的要用猜的 天啊 好題目 我們剛才聊到那個高粱耶 真的 那我們就來選金門好了 我的答案是金門縣 金門 妳說妳 我就不會選金門 為什麼 我反而會選基隆 我也是 為什麼 為什麼 妳為什麼都選基隆 基隆比較濕冷啊 就是要心疼 而且靠海 靠海那邊吃海產 黑酒 是非常合理的 可是高雄也有啊 對啊 高雄還有 所以他答案是A跟B在選 不可能選金門啦 你知道嗎 我的認為是 應該是說 絕對是基隆的舉手 就是基隆耶 來 一二三 四 你為什麼又不舉 我們是高雄啊 我們是高雄人啊 對啊 我也覺得是高雄 給高雄一個說法 因為高雄有騎金嘛 也許是靠海港邊啊 西子灣啊 對啊 西子灣啊 有很多靠海的地方 靠海的地方他們會比較喜歡 而且 而且南部人比較豪爽 對 好啦 再腳痠的嘛 是不是 請揭曉 怎麼樣都不會是金門 對 就是很想選金門 這二答案就是 基隆市 而且有一個大家選 就是金門線 連前五名都沒有拍進去 那基隆市它其實會入房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基隆靠海 而且天氣濕了 再加上在這個碼頭旁邊 有很多的船工 他們其實是需要提振精神 同時遇寒的 所以其實他們就會有 飲酒的習慣 因此基隆市飲酒城市 最高的城市的第一名 非常合理 好啦 我們送什麼禮物給大家 來 好 我們要送給曉雅雯的 是進風 Chicco Goodie 魔術順收 首推稱 非常輕鬆完成所有動作 魔術順收 順開超便利 輕少隨行可登機 而且流暢推行可平躺 體現了優雅育兒生活 有固定超Easy 超Easy 順便 非常好 非常好 來 進行下一回合的資格賽 第三回的資格賽 希望不是最後一位 OK 阿編加油 請看第一個提示 安妮 直接就安妮囉 安妮 你們先不要按 這是個特別給我的啦 幹什麼東西 幹什麼 對 你們不要啦 拜託 給我機會 好不好 第二個提示 再開十秒 方塊和輪盤 是不是 拜託 二羅斯 拜託 很合理 答對沒有 恭喜安妮 來 九個攻略賽 恭喜安妮同學 謝謝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研究所 現在 正在念嗎 有在念 我希望下個學期可以畢業 還要寫論文喔 對 我在寫論文 再來台灣的這將近十年的時間呢 主持過節目 也拍過戲 對吧 拍過電影 還出過書 寫真集 你會說這樣嗎 還有一個 你現在決定轉一圈啊 可以嗎 那當然可以啊 轉一圈 給大家看一下 對 慢慢轉 再來轉 很好 好 謝謝 好 可以了 夠了嗎 好 我有點暈 你只有三分鐘 三分鐘 好 我很快 我反應很快 你也知道吧 你反應 想講 Mary很快 OK 我很快 來 請 公布他的題目 好 第一題 俄羅斯怎麼做 因為他出生在俄羅斯的海神威 清酒大災問 他對酒的各種知識和種類 其實還滿熟悉的 我大概會喝 京都趣文化 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 熟悉日本的歷史 賤愛小秘密 拍過賤愛廣告 你去懂得賤愛嗎 你拍過廣告 對 我拍過 耳環古歷史 從小 三歲就傳耳朵 從小就愛漂亮 她愛漂亮是有歷史的 瑜伽護繫法 她喜歡瑜伽 安妮愛保養 她很愛 而且會收集一些藝衡品 牛肉麵長鮮 這是她來台灣最愛吃的食物 從哪裡開始 從哪裡開始呢 比較簡單吧 愛你愛保養 每個女孩子都喜歡 比較保養對不對 從小就愛漂亮對不對 從小就被稱讚嘛 對 因為我媽媽也很愛保養 所以她從小教我 就說女孩子一定要很漂亮 所以我看到我媽媽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敷臉 我都不知道我媽媽長怎麼樣 她都是在敷臉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好笑 很好笑 那個可以對不對 這好笑 Yes 媽媽長什麼 隨時臉上都有一層面膜 然後媽媽一直在家裡 穿高跟鞋 沒有醜女人 只有藍女人 來 請你助理 漂亮 化妝水 精華液 防曬乳 我先B B 請手力 化妝 為什麼 就這樣子 這是公平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 公平的意思 對啊 公平的意思 公平的意思 你為什麼不知道 公平的意思 OK 對 你先這樣 希望是誰的 請介紹 對 加油 加油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什麼意思 不能握手 因為不能握手 不能拍 那我們就這樣 你知道在國外 真的大家都這樣子 碰腳 對 他們都這樣 嗨 妳在日本待了幾年 我在日本待了才三年 奇怪 妳照妳說 俄羅斯應該很喜歡日本才對 我很喜歡日本 但是我更喜歡台灣 是真的 我有點感動了 可以了 我都覺得我十年前都聰明 全台灣 離開日本到台灣 請 出題 日本京都會請客人吃什麼食物 作為送客的暗語 A 天婦羅 B 和果子 C 茶泡飯 這個我知道 這個是C 茶泡飯 請說 請 日本人他們很有禮貌 他們不是我們那種說 我很累 我回家 拜拜 對不對 還是你累了 你要先回家 對不對 他們沒辦法這樣說 所以他們一定要煩 讓客人就是 意思是你吃飽了 就要回家 吃飽飽就可以回家 簡單說就是吃飽了嗎 吃飽了好上路 對… 吃飽了就好上路 對 差不多 就怎樣的意思 日本人真的很複雜 其實很多日本料理 做版前的 對 它是服務到最後的主食 不是鰻魚飯 就是茶泡飯 對… 就讓你吃飽的感覺 一定是最後一道 當然後面還會有甜點 但是茶泡飯就是今天我上頭 才能最後一道 來 請 接腳 COVID-19 來 好 好 帥一個 第三題 第三題 我選俄羅斯這麼走 請出題 在美國驅趕眉孕的時候 會敲三下木頭 而俄羅斯會怎麼做 A 吐三次口水 B 咳嗽三聲 C 攀三下肚子 A A啊 有耶 真的嗎 對 其實我們也會敲 就譬如說我表演前 我們一次表演 為什麼 我一定要敲舞台 這樣才不會出事 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敲 我們也會敲木頭 對 會啊 可是納康威就覺得是 美國穿過來的一個 是美國的嗎 這樣 我都一直以為是從俄羅斯 我覺得所有的東西 從俄羅斯來 因為我是俄羅斯的 我們都會 吐三次口水 我們就說 這樣 再這樣一遍 就比如說你說 你說什麼壞事情 你比如說 你這樣會感冒 你會感冒喔 你希望這樣會感冒 我說 就這樣 真的 我真的會這樣 對 很像這樣 去... 就好像 對 就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們大家都會 去... 這話是你個人啊 好快 沒有啦 真的 全俄羅斯都知道啊 你揭曉 OK啊 送分 耶 好美的 好美的 好 在美國的部分呢 他們如果要驅趕美運的話 會敲三下木頭 而俄羅斯呢 他們會往左邊的肩膀 吐三次口水 但是不是真的 把口水給吐出來 而是做出 這樣的一個聲音跟動作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俄羅斯人 他們認為在左邊的肩膀上面 站的是撒旦 是惡魔 右邊的站的是天使 所以呢 如果你朝左邊的肩膀 吐三次口水的話呢 就是要驅趕惡靈 驅趕美運的眼神 我有得到什麼嗎 有 一定有 一定有 一定有禮物 好可信 我有禮物 今天一定會只有 剛剛拿不到禮物 來 第四題 第四題 我選什麼... 牛肉麵呢 我請就啊 牛肉麵 牛肉麵 牛肉麵長鮮 請 出題 牛肉麵常用的牛腱 其實就是牛的哪一個部位 A 前胸 B 肩胛 C 腿部 這會是陷阱嗎 怎麼會出這個題 前胸 牛筋 腿部 應該是 這樣接近 B 肩胛 你鎖定 這個 這又是重問題了吧 對不對 你做 因為前胸我覺得 你怎麼知道 我也其實不太知道 但是我覺得是 肩胸 我覺得前胸它比較 肉比較乾 通常都會比較乾 然後腿部的 它就會太嫩 你知道嗎 那剛好 因為牛肉麵的肉 一定要很軟 然後有很多 那個叫什麼 那個QQ的叫什麼 筋嗎 牛筋嗎 對 所以我覺得 肩胸的部分比較多 直接接腳 正確答案就是 腿部 那其實我們在牛肉麵當中 常常會吃到的肉 就是牛腩跟牛腱 牛腱就是牛小腿肚的這塊肉 因為它有很多 一條一條的肌肉數 它常常走動的關係 所以它裡頭帶了筋 而且同時也這個肌肉比較Q彈 所以最適合拿來做牛肉麵了 但是妳可以得到禮物喔 好開心喔 送我禮物給她 好 那送給安妮的是 KASA智能蒸氣脫髮組 最有一百二十度的蒸氣 快速滲透地板 智能三段蒸氣調節 搭配多重的安全保護裝備 裡頭它可以溫控 壓力偵測 節能保護等 除去又除埋 是家庭不可或缺的好幫手喔 非常好 恭喜妳 謝謝 馬上進行終極懲罰 非常可惜喔 今天要三隻小豬 哭 兩下準備 阿邊 輕輕的 不要太遠 你自己拉 來 自己拉 好 拉到我的指尖出來 一定要那麼 我不要自己拉 應該是我來拉才對吧 好 你拉 你不要自己拉 不用啦 來 幫我抽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他這個繩子 就是秀氣一點 好不好 你秀氣 等一下 你拉 好可怕 好可怕 你拉 我拉 你拉 你拉 給你去 對啊 夠嗎 真的有聲音 我還肚定喔 很快就過去了 好不好 他在抖耶 他在發抖耶 放耳朵上面 好可愛 他在放耳朵上面 好囉 要出發囉 出發 還可以 好溫柔喔 對 好啦 今天呢 這個有兩張專輯 分別是康康的康樂鼓掌 對 謝謝 以及曹亞文的祖笨 趕快 不要放過他 請擁有他 得到他 好不好 謝謝 加油兩位 好的 今天特別邀請到了 都是北漂的朋友 行動基本上是 治癒恐懼的良藥 而離鄉背景 向未來 邁開勇敢的腳步的同時 在你打開的一路上 別忘記 有一個節目 會一直在這裡陪著你 就是知道 週週週週五的晚上9點鐘 請您收看我們的 全民新攻略 掰掰 謝謝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新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